Miradio在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集的主题是一党专政 港间谭耀宗 在做了中共人大常委之后 就立刻表忠 3月20日在北京对香港记者这样说 中央修宪之后 香港如果有人再提结束一党专政 就属于危险 可能不符合参选立法会的资格 另外 传出话会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的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陈思喜 日前在北京出席人大闭幕会议前 就这样说 根据他的理解 主张结束一党专政的人 就不能参选立法会 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是支联会六四集会常用的口号 其他常用的口号 还有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建设民主中国 支联会这些口号 二十多年来 曾几何时 可以说是香港中国人 对中国前途的一些诉求 但是 时日喝丧 这些诉求 到了今时今日 已经沦为政治八股 政治口号 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不会相信 这样的诉求 会有实现的可能 香港的泛民主派 就是期待中共能够自我完善 进行体制内的改革 但是这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 不切实际 也有一些泛民主派的政客 在支联会的六四集会 高喊结束一党专政 但是他们从来不敢打倒共产党 他们只是恐共 而并非反共 中国的一党专政 是私承俄共 史泰林说 在苏联境内 不服有资本家、地主、富农等阶级 在苏联境内 只有两个阶级 工人及农民 他们的利益 绝不冲突 懂得其反 他们彼此有善 因此在苏联之中 并没有几个政党存在之根据 因亦没有政党自由存在之根据 就苏联而言 有存在根据者 只有一个政党 便是共产党 毛泽东将史泰林的说话 稍微延伸一下 便是这样 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 在现阶段 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在工人及共产党领导之下 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 即是地主阶级 和资产阶级 实行专政 实行独裁 压逼这些人 只许他们规规矩矩 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如果乱说乱动 便立即取代 予以制裁 在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出现的 苏东波 令到绝大部分的共产国家瓦解 时至今日 世界上 这个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 已经屈指可数 但中国仍然可以继续逆潮流移动 即是反动 实行的是一人独裁的一党专政 因为中国人的劳性深入骨髓 自然不会反抗 亦不想反抗 以香港这些所谓中国人为例 凡民主派的政客 以后恐怕 连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 都不敢叫 多谢各位收听本节目 下集再见